如何让你的后代越来越有钱呢 其实在美国有一个方法叫做Reforce Station 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常见 前一段时间在Netflix上边有一个电影叫做Inventing Emm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是专门讲一个小女孩呢 以着自己在25岁左右的时候 有一个信托账户非常大的金额 以着这个金额呢 骗了所有华尔街的一个故事 非常的好看 如果没有看的话一定要去看呀 这个故事里面就教会了我们在美国 其实想让你的世世代代越来越有钱 而且避税的一个方法呢 其实就是运用着信托和这个人寿保险 那今天我来具体把这些重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每个人去辛辛苦苦赚钱的方法和这个理由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是我相信最终你是不想让你这个钱 却付了所有的税金和打了水漂 当你想一百万美金传承给你的儿女的情况下 其实在美国你这个遗产税还有这个正与税的话 可能都会扣掉你一半以上 你女儿或者你的儿子收到的时候只有一半左右 很多美国的有钱人千万富豪 他们都了解一个道理 想避免这些正与税和遗产税的情况下 他们巧妙的运用了人寿保险和信托这两个组合 这两个组合怎么要运用今天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如果你想传承给你的家人一百万美金的情况下 很多人是用了买了大概三十万到四十万的这个人寿保险去传承给他们 而且这些传承一百万美金他们得到的这个金额是完全免税的 而且放在信托里的情况下呢 他们再用这个一百万的信托再去传承给下一代的情况下 就可以变成了五百万美金 所以三代就可以变成了一千万美金 那想想如果你今天有更高的金额 不想付这个遗产税和这个正与税的情况下 利用人寿保险和信托 像美国这些有钱人去打造一个千万富豪的信托宝宝 真的不是梦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可以DM我或者是在下面留言 喜欢这样内容的小伙伴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评论和点赞 好了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